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·麦卡锡在5月23日表示 对债务上限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 尽管另一轮会谈结束时没有任何进展迹象 两党在如何控制联邦赤字方面仍存在严重分歧 民主党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和企业应支付更多税款 而共和党则希望削减开支 白宫谈判代表、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人夏兰达阳 和白宫高级顾问史蒂夫·李奇蒂 与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会面约两小时后离开 为对媒体发表实质性评论 麦卡锡告诉记者 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但他誓言 我们会一直努力工作 直到完成所有事情 民主党希望在2024财年 将开支冻结在2023年的水平上 认为这将代表开支削减 因为机构预算无法匹配通胀 这一想法遭到了共和党的拒绝 他们希望削减开支 拜登希望通过提高富人税收 和关闭石油和制药行业的税收漏洞来减少赤字 麦卡锡表示他不会批准增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赏赏赐